林哲玲昨天宣布了 她要成立财团法人台北市 智玲姐姐慈善基金会 由她先前漏报的薪资所得 遭到国税局要求补税 最后被判需要缴回684万元 不免让人联想说 成立基金会是不是要避税呢 不过基金会发言人否认 说真的要避税的话 不断的捐款是最容易的 而这个基金会将来将会是 落实18岁以下孩童青少年的 圆梦跟教育 原始创色的基金总额是1000万元 有林志玲的阅历尽所得 大约296万 还有她个人的捐赠组合而成